莫少,夫人她又走了 作者,围城,演播,田小莫 莫少,萧熟 第二百三十二集 宋染看着莫千辛如此体贴,说道 真的没有事,我已经好很多了 比起这些,我更想珍惜我们每一天在一起的时光 就这样就够了 说吧,莫千辛便在宋染的额头上留下深深一吻 然然,我此生有你足矣 两人缠绵了好一阵 等到快晚上时,莫千辛接到公司的临时通知 这才离开宋染 我处理一件事情,很快就回来 你先睡觉,不用再等我了 嗯,好的,就睡下了 这一晚,她睡得格外的香甜 在梦里,她还梦见自己跟莫千辛的婚礼 是在浪漫的土耳其举行的 两人还坐上热气球在天空中飞翔 看着那美丽的景色 第二天一早,宋染就起来 想给莫千辛做早饭 然而她去了所有的房间 都没有发现莫千辛的综艺 宋染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莫千辛肯定是在公司里加了一夜的班 拿起手机就拨通了她的号码 可是却迟迟没有回应 难不成是没带手机吗 宋染一个人站在那儿 自言自语地说着 看着打了半天电话没有回应 宋染只好求救于他人 直接打了思慕的电话 木天醒在哪儿 怎么都不回我电话呀 明明电话是通着的 思慕那边却一声不吭 宋染觉得很奇怪 继续问 思慕,到底怎么了 你怎么不说话呀 过了好半天 思慕才支支吾吾地说 忍忍,昨天晚上 亲行出了车祸 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听到这个惨痛的消息时 宋染整颗心都碎了 她万万没想到 莫亲行一夜没回 竟是出了这样的车祸 出了事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现在你们在哪儿 快把地址发给我 此时的宋染 恨不得将思慕捏成泥人 她更是马不停蹄到了医院 整个人的汗都没停过 她这辈子最恨的地方 也就是医院了吧 看见思慕整个人 站在重症监护室那 无助的样子 宋染就猜到了大概 直接上前问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她昨晚不是回去 处理急事了吗 是 她是回来处理急事了 可就在她忙完急事的 回家路上 出了事 我也是后来才赶到的 赵氏司机已经逃跑了 而前行 更是没有了意识 整个人在车里躺着 四目没把画面 说得太过血腥 而实际上 莫千行撞了一辆 小型私家车 由于创伤比较大 莫千行不受控制 直接撞到了树上 她整个头部失血过多 而因为刹车没有刹住 肩颈也受到极大的损伤 她现在怎么样了 还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才能看她 宋染已经在努力地 保持镇静 不让自己因为这些事 而忘了来这儿的目的 医生还在给她做手术中 这已经是第二个手术了 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只有耐心等待 思默 你现在立马去查 那赵氏司机的信息 无必要在这几天之前 查到她的下落 不能让清行 白白遭了这么一遭 宋染这时 只想让伤害莫千行的人 付出代价 她也变得异常冷静 看着思默都觉得 此时的纵然 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知道 我现在已经交代人去查了 只是现在 我只希望千行能够平安无事 一定会没事的 清行是我见过最冷静 最会处理未继的人 她一定会挺过来的 思默同样地点了点头 两人在手术室外 等了有十二个小时 直到医生从病房出来的那一刻 两人的心菜彻底松下 立马上前问 医生 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的情况还不乐观 只能说危险期过了 但是病人什么时候会醒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医生很是诚恳地 告诉了思默和宋染实情 而宋染更是吃惊于 这次车祸的危害 居然这么大 立马上前问道 怎么会这么严重 他到底伤在哪儿了 只能很不巧地说 病人头部的伤 正好压迫了他的神经 我们虽然做了手术 但是还没有彻底地清除 里面的血块 现在我们能做的 就只有等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宋染 仿佛像是遭到了 晴天霹雳一样 他怎么也没想到 墨前行竟会遭到 如此大的伤害 整个人 也是直接坐到了地上 欲哭无泪的感觉 他算是体验尽了 而此时的思默 也像是没有主心骨一样 整个人都失去了灵魂 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是墨前行 在支撑着墨氏集团 如今没有了墨总 思默 就像失去了核心力量一样 宋染 我们该怎么办 千行真的倒下了吗 四目学问着宋染 看着他也失魂落魄的样子 才知道 自己竟是如此不冷静的女人 在事情面前 没有一点扛大事的样子 还能怎么办 一定要相信 墨前行会好起来的 他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墨前行 我们要相信他 他一定可以醒过来的 宋染也不知哪儿来的力量 经过上次的风浪之后 使他更加坚强 他知道墨前行的性格 是从来都不会被邪恶力量打倒的 在查出真相之前 他一定要做墨前行 醒来第一个看到的人 这几天 他更是寸步不离 待待在墨前行的身边 每天跟他说说话 读读报纸 让他接触一些新鲜事物 就连护士看到了 都很是感动 这年头 磅大款的人很多 但是能够雪中送炭 不离不弃的人 真的太少了 每天护士嘴里唠叨的八卦 也是关于宋染 照顾墨前行的事 大家都开始羡慕墨总 有这么一个 不离不弃的女朋友 然而有的人 也在可怜宋染 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就算了 还要照顾一个 有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的人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